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六州选举的重重之重的焦点之一 是绿朝来袭 会不会淹没现有西蒙执政的州属呢 那特别是目前拥有 30亿令吉储备金的雪州啊 更是西蒙要死守 国盟志在必得的一个战场 如果雪州一守 那意味着一个大金库 就会落入国盟的手中 而这将会让国盟更有资源 去抗衡团结政府 那作为雪州焦点战场之一的 淡江州习 这次是迎来了国盟雪州主席阿兹敏 以及西蒙候选人组维利亚的对决 团结阵营跟国盟呢 都把它看成是牵动雪州战局的主战场 在竞选期的最后一个超级周末 首先安华昨晚也亲身前往淡江去助选拉票 一起跟着八点最日报记者 陈慧毅张慈英的镜头 感受一下西蒙跟国阵阵营 群众大会的现场氛围 一路上都是深蓝色和红色的旗海 周选投票日的最后一个超级周末 八点最日报团队 特别来到雪州焦点选区淡江 感受选战的氛围 这是西蒙国阵的讲座现场 放眼望去台下是空荡荡的白色椅子 让支持者感到心惊胆跳 难道这一次选情不妙了 原来是VVIP首相安华还没到 十点半过后 现场的人潮也逐渐增加 原本空荡荡的椅子一下子就被填满 站在一旁的民众也越来越多 来到晚上11点 首相间公正党主席安华终于抵达现场 安华下车后 现场支持者也响起烈火墨西的口号 对于这次上转淡江周袭的人选 安华在演讲时提到 是他亲自点名紫维利亚 对垒公正党叛徒阿兹敏 他是最有分量打败阿兹敏的人选 安华也提醒选民不要轻视周选 并呼吁选民透过选票教训跳槽人士 只不过国盟在去年全国大选掀起绿潮 横扫半岛 尤其是东海岸和北部的许多马来选区 这次周选 绿潮又是否会继续蔓延到其他周数 包括选州呢 在场受访的相信都是西蒙国阵的支持者 大家都驳斥了这种说法 被视为雪耻之战的阿兹敏硬碰同样转战选区的组维利亚 但将这个以马来选民为主的 半城乡议是这一次六周选拥最有看头的焦点 也是两个阵营最重视的一场转意